嗨,我是莎财 今天我们开车去看花宝 这是一只坦桑尼亚花宝 照片图是这样的 我就以为它生活在榆林里 然后就整了这么个景 后来查了一下 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花宝和猎豹是两品种 Leopard其实是花宝 虽然跑得没有猎豹快 但是人家是一个速度力量 体型均衡发展的六变形战士 所以在坦桑尼亚大草原上 混得比猎豹好一些 之前动态让大家猜工艺的时候 全都拆到石头的镶嵌上去了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它后背上这块马赛克镶嵌 还挺有特色的 马赛克这种装饰手段 最早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拿来搞家装和铺路用的 后来基督教发展起来了 这些小的玻璃砖呢 就一块一块的拼成装饰画 放在教堂里 用来在Brenzer的老百姓之间 推广教义和宗教故事 那马赛克放到珠宝里呢 单颗的欠片就会非常小 所以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作品的照片的时候 感觉它后背上的文案很细腻 颜色很浓艳 很漂亮 Stasis这个牌子也是老马赛克的 可能也是因为马赛克跟家装 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这个牌子不仅有珠宝和腕表 还有座椅台灯和各种家居仿制品 或许你以前见过这个绝业戒指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 然后画这个马赛克微箱的时候 我分了很多图层 每一层功能都不太一样 我画到差不多的时候 软件闪退了 虽然Procreate这个软件 自己是有保存功能的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用到闪退 但这是我第一次闪退到 录屏都没给我留下 所以我又重新补了一下 前面的一部分的录像 这件项链其实刨除马赛克的部分之外 在材质和形起构成上都非常简单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裸露的金属 所以后背上这片马赛克画完之后 就只剩下一些简单并枯燥的碎钻渲染 就这 枯燥到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填补旁白 最后整体的调整一下 形起关系就画完了 我迅速我是不是应该再探索一下 新的美术风格